第1055章 大战古皇子 叶凡以一挡三 阻住黄虚道火旗子火灵儿三人的去路 一赶按金长枪横天 要独占三大古皇子 另一边 圣皇子手持乌金大棍 与天皇子对峙 双方间大道和鸣 隆隆耳洞 发出一股山崩海啸般的声音 下方大地满目疮痍 一片破败不堪 燕都化为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血迹 断壁残枝遍布每个角落 掩在瓦砾间 全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被天皇子制出的神毛 斩了个干净 连修士都没有能够逃出一个 鲜血淋淋 惨不忍睹 你们终于露面了 今天一个月别想活着离去 天皇子咆哮 在俊美无双的容貌上 表现出来很不相称 天皇子 你连凡人都下手 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圣皇子贺文 人性 你们抄我行宫 夺我盗宝 辱我人格 不也一样吗 天皇子针锋相对 根本就没有将死去的一成人当作一回事 圣皇子呵斥 这能相提并论吗 你率不重围剿我 自然是死敌 不死不休 不论是端掉你的行宫 还是杀你的不重 都属于正常 而你却滥杀无辜 将这些凡人牵扯进来作善 他们与你与我都无关 却平白的枉死了 一群蝼蚁而已 抬手就能灭掉 死不足惜 阻挡了我的脚步 抹杀个干净 倒也舒畅 天皇子说道 瞳孔中越发的冷冽了 就冲你说这些话 今日我必诛灭你 叶凡开口 按金长枪 吞吐惊天神芒 人族真是无用 纯粹是感情斗物 我不过涂掉了一成人而已 就将你即将出来了 天皇子冷酷而缓慢的说道 何止我人族 我想万族莫不如此 也许只有你这冷血残忍之辈 不将人命当作一回事 叶凡沉声道 你若早点跳出来 何至于如此 因惧怕我到现在才出来 现在没人能救得了你们 今天我要将你等铲除个干净 天皇子冷酸的说道 就凭你也配说这种话 到底是谁惧怕谁啊 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风 请来三位古皇子出手 又带了八部神将 以及数位半生主针 是谁心中有据 一目了然 叶凡冷漠的说道 如果你有气魄 过来与我一战 如果你怕 我一只手与你对决 也足以镇压你 叶凡说得嘎嘣脆 挡众叫板天皇子 要一只手与他对决 使其他的古皇子 与半生都退后 质问他可敢一战 你以为自己是谁 还不配与我动手 今日我先斩了这只泼猴 再去处决你 天皇子冷酷的说道 你终于敢与我单对单 各对各的对决了 天皇子火眼金睛 浑身金色毛发 闪烁晶莹光泽 充满了斗志与战意 兴奋的近乎颤抖了起来 不难看出 斗战圣元一族的性情 为战而生 为战而狂 越强大的敌手 越是让他们情绪高涨 他此时恨不得仰天长笑 杀你一只猴头 没有什么成就感 过于浪费时间 没有什么好处 火旗子道兄 过来与我一起 诛杀了他 天皇子说道 火旗子躯体修长雄剑 一头浓密的蓝发披散着 眸子开合间金光射出 像是两盏神灯 他头脚真容拥有地资 像是一尊太古的神明 他的体内血液冲刷血管壁式 声音如山崩海啸一般震耳欲聋 让很多人都脸色发白 像是有一尊大帝 折伏在其体内随时会复活 他一步迈出来 远空所有的云朵都溃散了 他举手台族 似可以轻易地劈开整个世界 血脉之力无以伦比地强大 咚 叶凡一拳疯挡了出去 阻住了他的去路 两人短暂地接触 让乾坤俱阵 虚空大裂缝蔓延出去千百条 而远山长片地崩开 唰 身影错开 他们各自屹立在一片天穷上 遥遥相对 散发着射人的威势 你个懦夫 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你父亲的高度 圣皇子嘴角擒着一缕冷笑 盯着天皇子说道 天皇子大感意外 没有想到持暗金长枪的神秘人族强者 能与火旗子对峙 并不落一下风 冷声道 可笑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敢说 即便你拦住了我等 人族也会有很多人不领情 甚至会怪你惹来了祸断 叶凡默然 对方所说的确属实情 人心人性 让人无奈呀 有时候只能让人一声叹息 天皇子一直都是激进派 主张灭掉人族 先是游说神领谷 灭南领蛮族 而后更是在摇池万族大会时 极力鼓动太古祖王 让他们对人族出手 这个人如果成圣 必然会无所顾忌 会铲凭许多人族大教 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祸端 叶凡出手对付他 想要一战永绝后患 然而即便是天皇子 一直想要灭绝人族道统 而此次更是滥杀无辜 也会有人族味道是跳出来 反会怪到他叶凡头上来 不该惹天皇子 这些可以预料 少磨叽 生死一战 今日取你性命 圣皇子出手了 他可不想浪费时间 难得与天皇子单独的一战 想趁此机会将其毙掉 嗡 铁棍航天压得十方寂灭 大荒崩开 天地大道都颤抖了 斗战圣元一族是天生的战者 攻击力巨世无双 当 天皇子乱发披赛 手持不死天刀 雪亮的刀光斩破万重天 与乌金大棍撞在了一起 鲜光艳艳 吹落下一万旅 每一旅都压碎一道山脊 远处大荒成片的崩开 成为了一片尘埃 繁茂与生机勃勃的山脉 瞬间光秃秃 寸草不生 被夷为平地 圣皇子大战天皇子 开十数年未有之巅峰对决 这是古皇子的大战 足以震失 这一场对决 可让全东方颤礼 开始了 天皇子大战圣皇子 这是太古皇 未经之战的一场延续 终于在线了 不要说是人族 就连古族朱雄都神弛目眩 这是一场天大的战况 所代表的意义非凡 不死天皇高高在上 万族共尊 超越神明 让每一位古族都败赴 而斗战圣皇 则为太古末代的皇 战力镇骨朔金 打遍太古无敌手 一样让人敬畏 而今他们的子嗣对决 开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气氛 这是古之天皇与圣皇的 间接对决 疏弱疏强 咚 叶凡与黄须道动手了 一拳击出 一网无前 在其拳指前 群星灿烂 光滑 划破 万古长空 神勇无敌 两者剧烈大碰撞后 全都倒飞了出去 黄须道 整个人都很模糊 被大道痕迹所覆盖 谁也看不清其真容 但是他的强大 毋庸置疑 一生只为道火 轰 火旗子要出手 去斩杀圣皇子 如一条蓝色的蛮龙横空 机体粉碎真空 六合八荒 皆崩塌 强大的气息 让众生颤唳 大荒中 所有飞禽走兽 都浮倒在了地上 同一时间 火铃儿也动了 满头水蓝色的 发丝闪耀 他如神女将士 眸子璀璨 不再像是往昔那般的柔美 英姿舍人 轰 他一直御手扶下 天地崩坏 什么都难以抵挡 叶凡真身迎战火旗子 道身迎战火铃儿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剧烈的大碰撞展开 十方天语都在抖动 什么 他一个人要独占三位古皇子 远处连八部神将都震撼了 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这是何等的大气魄 只身一个人敢如此做 狂啊 他真以为是人族大地转世嘛 敢这样以一敌三 轰 激烈的大战爆发 叶凡一个人 拖住了三位古皇子 他的速度达到了极致 快到让人颤礼 两具身体 横击三人 杀 八部神将也出手了 当中隐藏有几名半生 没有一人冲向叶凡这里 因为他们觉得三位古皇子 足以斩塌 所有的高手全都冲向猴子那里 想要相助天皇子将他绝杀 杀 喊杀震天 争争建名响起 黑皇等人 发动攻击 推动一个大阵前行 将八部神将阻挡在那里 让他们不能够援助 混战爆发 时间一长 许多人族修饰到了 全东方也不知道 有多少大势力驾临 赶到了此地 要目睹这京市一战 叶凡拦阻三位古皇子 起初并未进行生死对决 只是为圣皇子争取时间 即便如此 也是打得天崩地裂水倒流 世人皆震撼 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只身一个人独抗三位古皇血脉 他是一桥破万法 有道身相助 暂时拦住三位古皇子也正常 时间到了 他必会陨落 一些古族强者也到了 在远处观战 话虽如此说 这也实在是够惊人的了 他最起码也是古皇子级别的 但他只是一个人类啊 难道说 古之大地的子嗣 叶凡大战三位古皇子 举世震惊 但凡赶到这里的人 莫不发呆 都张口皆舍 滚开 火旗子怒喝 终于动用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蓝色光滑 如海一样的沸腾 仙皇展翅震九天 黄须道的身影更模糊了 但是 其出手 却凌厉了数倍不止 轰杀场内的叶凡 叶凡 谋光赤声 真身与道身一起斩动 成片的星光出现 将黄须道 火旗子 火灵儿都笼罩在内 轰 上展九重天 下展十层地 叶凡像是剖开了九天十地 开辟了一方世界 混沌气弥漫 一颗又一颗古星出现 缓慢转动 发出绝带无敌的威能 他推动着一颗又一颗大星 如先王降临凡尘 发出了魔士的力量 真身与道身 将三人挡在星海中 这事 赶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无论是谷族 还是人类强者 都惊憾不已 真是一个人 独占三大谷皇子 叶凡出手 大气磅礴 一颗又一颗生命 古星转动 力量波动无匹 每一颗古星 可化成一柄道剑 一座顶 一口大钟 无能无匹 驾 一颗古星化为道剑 立劈而下 当 另一颗古星 发出黄中大铝般的轰鸣 悠悠神波 摇碎了天语 横扫三位古皇子 这是一场大战 让人神痴目眩 全都激动到颤抖 圣皇子与天皇子生死对决 杀到了白热化 而叶凡一人暂时拦住了三位古皇子 更是让人记忆 是在梦幻中 第1056章 不屈 壮阔星海 一颗又一颗古星转动 充满了生命的印记 每一颗都大气磅礴 合在一起 似星玉坠落 一道悠悠终声 响彻乾坤 在这星玉间 那颗化为圣中的大星 倒应扩散 席卷六合八荒 一道道清晰能见的连衣阵处 锁过之处 星玉枯迹 山崩海沸 扑灭万物 然而 黄须道与火旗子等人 也非等闲之辈 一个个道行精深 法力卷天 每个人都是盖带天骄 他们都是当年的 各自所在大势的第一人 只因承仙路 才被封到了而今 在同一世显化 不然怎能够相遇 这等人物若能够出现一个 也算是逆天了 黄须道虽然身体模糊 始终屹立在大道寒季内 但是却强大地让人心惊 骑士气吞山河 一拳轰出 古星化成的大钟 顿时止波 连衣 皆被定住 一声黄鸣划过星海 笔之鼓中声都要浩大 黄须道震臂而击 犹如一道天雨飓风刮过星海 圣中归裂 发出一道刺耳之极的碎音 炸开在虚空中 同一时间 黄鸣不息 冲击过星海 一颗又一颗 古老的大星炸开 叶凡所展现的星域 瞬息 暗淡了一大片 咚 叶凡与黄须道硬碰硬 真实对积 两人的身体都矩阵 而后各自倒飞而去 星光有一次暗淡了不少 啊 火旗子长笑 一头蓝发披散着 他虽然身材修长 但却形似一头上骨蛮笼 血气压盖九天十地 挥动大道镇压了下来 叶凡的另一句道身 眸子像是两把锋锐的刀子 他也勇往直前 迎击了上去 全指中暗和六道真意 两人打在一起 肉身迎风 大道对峙 先天比拼 后天争雄 从各个方面决战 剧烈无比 化成两团光 与道寒等缠绕在一起 刷 两道身影分开 许多古星裂开 星域暗淡 而真实的大地上 更是一片破败 战场向大荒推进了八百里 山脊都断了 一座又一座主峰 被夷为平地 什么都没有剩下 哼 圣皇子 祸瓶天皇子 两者打出了真怒 乌铁棍 横扫八荒 粉碎万物 不死天刀 更是斩破九重天 道光万缕 连续激烈对抗 噗 圣皇子可血 浑身金色的毛发 树立像是一个璀璨的金色战神 战役杀到了沸腾 他浑身都是圣光 涌贯天下 但是在这场大战中 还是受伤了 天皇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俊美的脸上一片潮红 嘴角溢出一缕缕的血迹 猴子的大棍 重若亿万军 让他倍感吃力 两者的父亲都是绝代传奇 一个万族共尊 骑士于太古初期 一个统治太古 作画太古末年 遥遥相对 圣皇子与天皇子间的战斗 倍加引人瞩目 圣皇子大战天皇子 这是斗战圣皇 与古之天皇战斗的另类延续 让人激动 古族许多人情绪起伏 不少人激动到颤抖 全都握紧了拳头 在紧张的观看 那个人族修饰也太强大了吧 竟然一个人暂时拦住了三位古皇子 虽然说时间一长必然陨落 可是这还是让人感觉太过于不真实了 精彩绝艳呢 连古族的名秀都动容了 四面八方 各个山头上修饰无边无厌 都在远距离的观战 自然也少不了人族的一些名门 人一多了 自然说什么的都有 因为每一个人观点不同 认知不一 这是一场惨剧啊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为何惹怒了天皇子 导致许多教门被灭 让厌督无辜的凡人都惨死了 真是罪人呢 我说李道长 你悲天悯人太过分了吧 这么多年来 天皇子军临东荒 杀的人族还少吗 灭的道统还不够多吗 人人自卫 不敢抗衡 其狼子野心 谁人不知 而今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敢与之抗衡的人 反倒成了罪人 有人冷斥 那他也不该连累无辜啊 李道长大声说道 战场不是童话 不是儿戏 何时不死人 向来都是残酷的 何谓连累无辜 天皇子一直视人族如蝼蚁 这么多年来 击杀的人族高手还少吗 那又是谁人连累的呢 也要算在这群人的身上吗 有人起来反抗 而天皇子丧心病狂 屠杀无辜的凡人泄费 这也能怪反抗者吗 若是如此 所有的人族都揭没吧 做一个逆来顺手的奴隶 最好不过 那他是应该堂堂正正的 与天皇子一战 而不应该如此的算计 那样也显得大气与光辉 这样做 让我等都可能是受到牵连 李道长高声说道 堂堂正正 光辉大气 可笑 天皇子与数位古皇子连妹而来 有独占的打算吗 还有几位深不可测的半生相助 持暗金长枪的人族强者 这样去决战 等着被围杀致死吗 没有谁可占这么多的皇子 而且是天皇子畏缩 自己不敢独占 到头来 反倒是他光辉大气了 终于有了一个敢挑战天皇子的强者 却反倒成为了小人 好逆天的道理 但他还不是失败了 在真贤城外 让天皇子突围而去 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 终究是不行 旁边另有人开口道 战场又不是童话 谁能一路高歌 始终至少 敢于站出来反抗 倒成为了不是 这么多年来 天皇子纵横天下 大杀人族强者时 诸位又做了什么呢 都在哪里呢 还不都是冷漠的看客 贫道只相信自己的眼镜 只看结果 他没有取得效果 就是不行 可能会让我党受到牵连 李道长又一次开口 道长连事后名利者都算不得 发生过了的事情还看不透 怎能够说是一战没有效果呢 若非是这些人引得天皇子暴怒 让其步入杀局中 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许多人一阵的默然 此言非虚 天皇子写恐怖阵旗而来 全都消耗在了这一战中 若是这些人如李道长所言 光辉血气的去进行一战 恐怕都会被一网打尽 成为枉死在阵旗中的一片结灰而已 死得毫无意义 既然料定了天皇子的性情 自然要针对而战 不少人点头 天皇子从未打算独占 请来了如此多的可怕帮手 阴谋张王以待 这些人若还要去光辉大气 不是愣头青了吗 如果不是在真贤城外提前的破解了阵旗 交战中天皇子突然发动 这群人必然会陷入被动 肯定有部分人惨死 深入决定 频道只看结果 到头来还不是要在此战斗 古族高手强过人族 祖王诸多 以道长看来 何须什么战斗 自此当作奴隶算了 何须这么个过程 大家都揭摸好了 瓦解不死天皇阵旗等 步步战斗 都没有什么意义 在道长看来 人族不该去战 你来顺手好了 臣服于各族之下 真道长开口道 即便如此 他们见天皇子破绽后 一路南下 杀戮无数 为何畏缩 不去阻止 许多人摇头 没有说什么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天皇子抬手就可打开御门 怎么阻止 一路南去 谁能够确定 他们的坐标在哪里 这群人 能这么快的截住天皇子 已经算是奇迹了 若非有精通传颂镇的高手 通过蛛丝马迹 查之 不知被甩到了哪里去呢 都是借口 这群人 是想站在道义的高度 蒸发天皇子 徐伟 李道长开口 众人摇头 都觉得莫名其妙 这么明显 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群人抗击天皇子 自始至终都在进行 何曾找过什么借口 一直针对步步抗击 场中 大战越发激烈 而人们的议论 也多了起来 针锋相对 各不相让 观点不同 叶凡圣皇子 黄虚道等 虽然身在大战中 但也可听到 因为皆有天耳神通 天皇子哈哈大笑 而后冷酷无比 扫尸叶凡等 嘴角露出 噎语之色 他所说的 成为了事实 凡人死了这么多 叶凡心中有悲 面对天皇子的挑衅 他镇定是之 因为这些 早已料到 他们此前激怒天皇子 效果显著 将其引入了必杀局中 黑黄布下四层大地杀阵困之 天下谁人可抗 这一次 没能杀了天皇子 并非是局不够好 而是天皇子一脉 底蕴太过强大 功亏一篑 在这上面 占到了这般境地 不是圣人都得要死个透彻了 也幸亏是他们 有黑黄之大阵抗衡 不然天皇子这次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 那么多可怕的震旗其出 山河无光 日月无色 谁都得死 天皇子冷酷的大笑 扫视叶凡能 以神识暗中传音道 我真有点舍不得杀你们了 下次我干脆去涂掉十座凡人的城池好了 不用我打 你们人族自己就会诛罚你倒 定为你们为万古的罪人 场中大战惊事 远处人们也在争论 这些人无故惹什么天皇子 到头来引发对方震怒 多半会牵连我等 真是添乱 古族如此的势大 这些人抗衡得了吗 干嘛要去击杀天皇子 莫名让我等都陷入了危惧中 你们可真是得过且过 天皇子欲灭人族道统之心从来没有变过 若是让他成上灾难不可想象 你们还有骨气吗 这次借圣皇子之手 以皇子杀皇子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要不是这些人 天皇子怎么会震怒 如此的反抗能起到什么作用 老夫认为 他们所谓有些过了 当冷静处置 超脱出来 运筹帷幄 绝胜千里之外 这才是英雄的体现 怎么绝胜 这 你们这些人 难道已经适应了古族高高在上的现状了吗 偶有反抗者 却反倒成为了不是 事为异端 这样下去 真是要麻木了嘛 天皇子将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闻听后忍不住大笑 眸光越发的森冷了 叶凡心中平静 所见也算不得什么 在星空的另一岸 这样的人与事也不少见 但欲抢劫 人人避之不及 轻生自杀 引人为官 无动于衷 甚至取笑 战争年间的例子 更是让人心寒 一群看客而已 冷漠麻木 场中 大战更为恐怖了 这天都要听我言 这地都要尊我意志 圣皇子 你凭什么与我斗 天皇子大吼 气势不断的攀升 发丝凌乱 瞳孔射人 轰 他右手持天刀 左手滑动 接引向虚空 那苍茫太空尽头 顿时风雷大作 神风怒嚎 混沌气暴涨 在这一刻 整片大荒 一片压抑 让人要窒息 所有修者都惊恐了 可以清晰地见到 在那天穷上 一片陨石飞落 每一刻都巨大无比 滑动出炫目的光 自天外而来 带动着灭世的契机 玉外陨石 长片地飞来 这种威势 让众生都颤离 天皇子 手段逆天 言计法 行计则 这简直像是 要灭世了一般 所有陨石 都冲向了圣皇子 整个世界都在抖动 给我开 圣皇子 像是将要河道了 积出长片的大道轨迹 进行化解 想要重新将陨石 接引向域外 可是却失败了 他不得已 又以乌铁棍 怒鸡九重天 迎战而上 当 在巨大的陨石面前 猴子的身躯 像是一粒尘埃 那么渺小 但他还是一棍杂碎了 让星辰碎片 成为了一片结晦 然而 陨石秘籍 真的太多了 全都笼罩着 大道的光辉 唯能滔天 举世皆经 圣皇子 横批数党 双臂一阵 有一万军之力 但是 面对这样一片 陨石大道胜利的功法 也有些难以承受了 这是星辰碎片 携带大道神威而下 世上有几人可大 也唯有圣皇子这样的肉身 能够抗衡 猴子大口的磕血 还是受了重伤 在击毁最后一块星辰碎片时 他身体一阵的摇动 嗡 天地颤抖 圣皇子张口一吐 射出了一道黄金光 这是先天混元气 他整个人怒目大睁 黄金毛发 根根 晶莹倒立 你为这些麻木的人出头 有什么意义 天皇子冷笑 陨石都没有击到猴子 让他心中都有点没底了 对方一点也不弱于他 猴子先天混元气重来 天皇子不得不竭尽所能的抗衡 但还是被震得连连倒退 一步一吐血 染红了手中的不死天刀 打 他们两个又站到了一起 生死对决 性命应风 另一边 叶凡的真身与道身 共同迎敌 也站到狂 凭借极尽的神能 挡住了三位古皇子 让他们走脱不了 也是惊险到了极致 大战道沸腾 远处人越聚越多 大多皆来自人祖各大名门 更有许多古族王系人马 全都在观看着惊心动魄的一战 第1057章 惊艳 好 大战多时 火旗子露出了不耐之色 有点发狂的迹象 满头蓝色的长发乱舞 发出一声长笑 这方天地崩溃了 像是末世洪水 又如九天星河垂落 这是麒麟吼 一怒而出 山河皆崩 汗海都可蒸干 太古麒麟祖王 可直接吼下月亮来 火旗子身为古皇子 体内流动有最强血液 早已斩到多年 本身足够强大 此时一吼 自是十方天雨炸开 什么都拦阻不住此音波 十方大山 万寿悲鸣 群秦坠地 全都速速颤抖 跪伏在地 浑身哆嗦个不停 朝这个方向 敬畏地膜拜 而首当其冲的叶凡 所承受的压力 可想而知 那蓝色的道波 化成为连翼 让虚空寸寸崩开 让他的真身与道身聚通 斗 叶凡口中 发出了一声轻斥 喝出了道音 以京士的秘术抗衡 以攻带手 用斗战圣法 演化鞍子音 化为了斗字冲出 这是一场 惊艳东荒的激烈大碰撞 涟漪扩散 好像不剧烈 但是毁灭性与杀伤力 大的惊人 那长片的插云山峰粉碎 而那苍茫宇宙 都化为了混沌 因为整个炸开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舍己之外 再无其他 一切都像是回归了原点 回到了天地初始时代 身风怒嚎 魔光崩陷 混沌 雾气弥漫 万物统计 在这无银的虚空上 夜凡真身与道身共存 舍此之外 诸神万灵 皆必退 双重道贺 谁也不能够阻挡 一声轻笑传来 火铃儿出现 与其兄长一起冲来 双重麒麟吼线 这个地方更恐怖了 天雨寸寸炸开 混沌开辟了 又汹涌 惊人的场景 开天辟地的力量在其限 恍惚间有神枯磨气 巨风卷太虚 一声道贺 化为天河 灿烂无比 天际尽头 人们都颤礼 这是何等的战礼 难怪可以图半生 就凭这种手段足矣 有几人可争凶 众人暗自庆幸 距离足够远 这种涟漪 绝对可以让他们行神俱灭 只要被波及连毛发骨块都生不下 叶凡双手滑动 演化诸天星域 口中喝道 对抗麒麟吼 而身前背后 则是一颗颗生命骨星 日月转动 大星附生 定住了乾坤 远处黄虚道 皱了皱眉头 没有出手 静看这一结果 模糊的身体 越发的深不可测了 哼最后一击 火灵儿火棋子倒推 叶凡与道身也一阵的咬动 这对麒麟兄妹果然足够强大 让他生出了一阵的感叹 究竟谁的锋芒更上 这位人族修士强大的离谱吧 支撑了这么久 还没有败王 能坚持到几时 古族诸多的名秀 心中震动不已 黄虚道振臂 犹如鲜黄鸡九重天 他的攻击力绝世霸气 右臂一盏之力将混沌全部的震散 灿烂黄羽神光扫出将叶凡笼罩 咚 叶凡与他聚战 第一次如此的神色凝重 每一击都让他感觉到了一股磅礴大力 黄虚道无论是道痕还是肉身 都举世难批 让他都感觉到了危险 这么多年来 谁可与人族圣体争凶 而今黄虚道做到了 永贯天下 像是一头仙皇在舞动 血黄山走出来的强者 双臂一阵 有一万君之力 神们都要崩开 世间万物都要破 人间没有几人可接得下来 火旗子尝笑 又一次杀来战役更浓了 而杀伤力也提升了一大截 显然渐渐打出了真火 叶凡从来就没有小觑过古皇子 过去时 现在也是一样 真正的对决时 古皇亲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远胜过远古那样的古皇八十孙 这不仅是真正的弟子及人物 还是当中的佼佼者 太古皇不可能只有一个子嗣 能够被选中封到当世的绝对是优选 若非逆斩了大道 今日极凶难料 他一个人挡住三位古皇子嗣 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早已经让观看者瞠目结舌 世间从来不缺天宗奇才 而个人造化都不同 谁也不能说独得上天青睐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可以世上无敌 昔年夜凡起步较晚 奋起直追总算是超脱了上来 但要说可以视古皇子如蝼蚁 那就真的太天真了 这些人物有哪一个是凡俗 天皇子的血脉就不用说了 而他一出生就扮造化圆眼 这是逆天的先真 可强化胎身也不知道多少倍 连夜凡前面的几代元天祖师都没有得到过 而在天皇子成长的过程中 更是有神茶树相伴 每日都和悟道仙茶 手持悟道古树心修行 常人难以想象 且每个月底 天皇子都要与少年时代的不死天皇生死对决 这更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修行方式 比这夜凡一次性的逆战大道 面对古之少年大帝更深 而这些都是外人能探知的 至于不死天皇还为他留下了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所有这些也许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从天皇子不难推测火旗子黄须道际人 必然有同样逆天的大造化 起点很高 得天独厚 每一个都是傲视万古的天众人物 太古的皇最大的心结是打开成仙路 就此踏进另一片天地 可惜他们看不到希望 只得将满腔的心血放在子嗣的身上 这是他们希望的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几人被寄予了厚望 是太古皇清理培养待他们而成仙的人 最终要胜过古皇 只是最后能否超脱于古皇之上 那就难说了 但目前绝对是同龄中最强者 叶凡在吃惊 而更多的古族强者 包括黄须道与火灵儿心中 也都在震动 这名敌手如此的风采 绝对是弟子级的人物 不然何意敢以一击三 古之大帝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因为以黄须道火旗子的天资 再加上父辈倾尽了心血的栽培 就成就而言 在这个时期 绝不会弱于任何一位少年大帝 以狄三到现在还没有败 他能够坚持到几时 这是一个神话吗 这是弟子的风采啊 惊艳于世 不然谁可做到 他绝对能与古皇子并驾齐去 古之大帝的子嗣 终于出世了 古族众人悚然 此战不由的人们不惊悍 激烈而让人目眩 如仙珠设宴 一刹那的芳华 足以照亮整片河山 让人铭记 心绪起伏 波澜壮阔 人族多人战血澎湃 仿佛回到了古之大帝出生的年代 帝与乱世崛起 照耀时方 平动乱 守安平 就此长振于世 九天十地皆宁 再无人敢欺人族 这个人不能留 古族有几位强者低语 刹那间 人族一些修士 听闻全都浑身冰凉 李道长之流 更是议论了起来 担心会惹怒古族 出现大祸端 想杀我 你们尽可过来试试看 叶凡一声长笑 瞳孔像是天剑一般 射出两道赤胜的光 蒸蒸而鸣 即便相隔很远 但是逼迫的刚才说话的几名古族 全都登登登的倒退 脸色一片雪白 轰 叶凡气势提升 战力快速的飙升 将三位古皇子都震推了几步 竟然是要向天皇子那里杀去 你 火旗子谋着冰冷无情 道行与法力一样 快速的提升了数倍不止 针锋相对 相组抗行 然而 远处天皇子却是一惊 他心中思量不准 怕叶凡的一具道身 抽不冷子冲杀过来 帮助圣皇子弊他 天皇子的道心顿时有点不稳 他能够拉来火灵儿等人 是因为付出的代价足够让古皇血脉动心 但他们是否真的为他拼命 那就很难说了 砰 圣皇子之心不动如磐石 眸光冷冽 举手台族更为凌厉了 沙发之光淹没了六合八荒 所向无敌 打得天皇子大口的磕血倒退 啊 天皇子长笑 绝美的容貌写满了惊与怒 他自负血脉天下第一 身为万族共尊的不死天皇的唯一子嗣 不能够容忍别人将他击伤 尽管圣皇子也已是重伤 不实的磕血 但是天皇子还是难以接受 只应他伤敌 而无人能够伤他 那才对 圣皇子 你凭什么与我道 我父给予了我天下第一的体制 自出生便修习天下第一仙境 你永远都将被我踩在脚下 天皇子近乎疯狂 杀招无尽 妙数无穷 惊得一些半圣都毛骨发寒 通体冰冷 他们绝对挡不住 上去必死无疑 我父给予的 他将整片的世界给了我 圣皇子回应 出手更为伶俐了 斗战圣血沸腾 战意高昂 像是要击落九重天 你说什么 天皇子怒吼 我父未给我留下护道者 更没有为我准备可逆夺天地造化的仙阵 他只是给了我一个自由的世界 让我可上级九天 下级九幼 能够自由的翱翔 不受束缚 没有枷锁 圣皇子 神色平淡无比 但是 此时 他的气势 却更胜了 有我无敌 独尊世间 越发的霸气 强势主动 几乎要压制 天皇子了 圣皇子的话语 震聋发聩 黄徐道 火连尔 火旗子 都是一阵 而天皇子则像是遭了一次重击 身体一个亮枪 被猴子跟进 乌黑大铁棍砸下 将其抽飞了出去 嘴角鲜血长流 天皇子怒笑 也就是他的体质才能够承受住 换作其他人 必成为血泥 他经历一番艰难的拼斗 才挽回了烈士 但是 他倒心不稳了 因为 他想起了不死天皇的馈赠 给了他两条路 第一条路 光明璀璨 护道者绝世仙真 应有尽有 而另一条路 却只有一把不死天刀 让他以此刀斩掉物道茶树 粉碎诸多的仙真 彻底断绝第一条路 而他最终选择了前者 父亲 你是古今最强者 也是最睿智的神明 却给了我这样的艰难的选择 九天十地内 未来我为第一 我的路 自己选择 天皇子 谋光射人 大声的好处 不好 天皇子 道心不稳 千万不要出现意外 观战者中 不少的古族 都变了颜色 天皇子 天皇子有八部神将追随 有一些太古祖王互道 大事天注定 而圣皇子却什么都没有 既然我等最初就选择站在天皇子的一边 那么现在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要相助一把 有半圣 按捺不住了 向前而行 他们不敢真的攻击圣皇子 但却也要做出扰动 想要支撑到天皇子 道心稳定下来 我看谁敢踏前一步 总逃到九天之外 也取他的性命 叶凡大喝 体内战血沸腾 眼看圣皇子占据上风 而这些人 却想半途干扰 扭转乾坤 他竭尽全力 发出了一声长笑 我就不信邪 一位半圣 低声的冷笑 向前迈了一大步 杀 叶凡舌战惊雷 口中只吐出了这样一个字 体内冲出了一道异象 化成了一尊巨大的神魔 这是先王林九天一笑 可是 而今眼花了一番 却如神魔将士一般 弃吞山河 十万大山都崩开了 好 叶凡异象化成的这尊神魔 张口一笑 十方风云崩散 他一口将这位半圣 给吞了下去 啊 什么 这是 所有人都惊呆住了 整片的天地都寂静了下来 第一千零五十八章 幽成真 一尊神魔毅力 显化天地间 像是可以上底天庭 下采地府 佛养之间 九天十地 皆颤抖 他强大的气势 让人窒息 满头黑发 如一道道 墨铺垂落 眸光深邃 一口就吞掉了半圣 惊得天地间 寂静无声 啊 半圣大吼 在这尊神魔异象的腹中折腾 想要打出来 他惊怒 惊恐 心胆皆寒 张口一吐 一杆铁割冲出 用力批斩 同一时间 他展开了自己的领域 半圣光辉 冲起 想要抛开 绝地 还生出来 然而 现在很残酷 他的异象领域 给克制的死死的 根本就没有一点用处 人族圣体异象一出 几乎无异象 可以匹敌 全都将要失效 唯有铁割纵横 要击穿神魔的腹部 然而 等待他的 却是一个巨大的磨盘 向他碾压而去 在神魔腹部 也就是 轮海的位置 苦海与生命之轮相合 化为了一口磨石盘 将铁割压的寸寸成粉 半圣大叫 浑身寒毛倒数 他在这一刻 感觉到了一种 特别的本源之力 通过这种神魔异象 知道了叶凡是谁 但是 却根本喊不出来 神识 都被压制了 魔石盘落下 他带着不干 与不愤 还有惊恐 血肉成泥 古族这名半圣 神识猙獰 写满了恐惧 无论他怎样挣扎 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原神熄灭 彻底消散 一声轻响 这尊处立于天地间的 神魔异象 也炸开了 彻底消失不见 让这个地方压去无声 一个半圣就这样死去了 被一口吞掉 死于非命 在那神魔消失处 一大片血雾飘动 只有这些留下 我看你们谁敢再踏足一步 叶凡的真身大喝 这句话在长空下激荡 如一片惊雷在轰鸣 镇的人双耳疼痛 许多人身体摇动 几乎摔倒在当场 几名商量好 想要干扰战场 池原天荒子的半圣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同时心底生出了阵阵的寒气 一个同伴就这样的死掉了 这一刻 他们进退为谷 本已经做出了决定 旁边不少人都在看着 可是活生生的一幕惨剧 让他们全都发毛 向前一步可能就是死 而就此不动 丢人丢面 心中憋屈 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出 觉得神秘的人族修士太强势了 竟然一吼镇住了几位半圣 又均临天下之气开 于越雷池者死 叶凡真身大喝 他身在战场中 分身法术 只能够竭尽所能 这样祭出了霸气 一击进行震慑 最终几位半圣 脸色发白 没有一个人迈步 全都石化在了内里 并未敢继续妄动 对于他们来说 活着最为重要 大荒中 起风了 人们身体一阵的寒冷 没有一个人说话 一片宁静 皆被震住了 尤其是不久前 那几名低于说是不能够让叶凡活下来的骨族 更是一阵的胆寒 此刻分明感觉到了一对眸光扫过 如刀刮骨 场中战斗依然在继续 天皇子目睹这一切 刀心更加不稳 被猴子一棍子扫过 将头上的神经皇冠抽碎 仙簪更是成粉 黑发一下子披散了下来 他急怒攻心 挥动不死天刀 霍霍刀光重削 拼命抗击 另一边 火旗子脸色冷漠了很多 盯着叶凡的真身与道身 将战力又提升了一大劲挡住其去路 不给他再向外出手的机会 叶凡也没有再出击 按照这种状况来说 他只需要挡住三人半个时辰足矣 圣皇子肯定能够取生 因为天皇子道心不稳 败亡是早晚的事 猴子手中的铁棍发出了呜呜的响声 每一次落下 都有一条条黑色的裂痕 蔓延向四面八方 与不死天刀 撞击出绚烂的火光 很多人在期待这一战 全都心潮激动 即便是在辉煌的太古年间 人们也没有见过黄的对决 而他们最强子嗣的争凶 无疑是一种比较 天皇子心身不宁 又吃了一棍 扑的喷出了一口血迹 他第一次生出恐惧 他在害怕自己的落败 从未有陷入过这样的苦战中 心中无敌 即便与少年不死天皇对决时 他也不怕 因为他知道其父的道行 不会真将他斩杀 他可尽情的对决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担忧 圣皇子是什么人 这么多年来 在生死中徘徊 在大战中成长 同天皇子的护道者 征战这么多年 经验丰富 谋光化成的有形的火炬 更加的强势了 他大开大合 步步紧逼 让天皇子越发的不安 几次险遭不测 在黑铁棍的神威下 不时的可写 其实天皇子的体质 的确是灌骨绝筋 无以伦比 所修神通 也是镇骨朔金 自身实力 完全没的话说 不然也不会将猴子重伤了 但是此时 他缺少一种气势 那种真正一往无前 无惧生死 可以与敌俱灭的心智 他没有 大战到这份光景 猴子也是满身的伤寒 甚至可能还会重一些 他没有不死仙真 更无悟道查等 完全是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即便有个叔叔 也是对他不理不问 任他自生自灭 凭他自己去拼天下 坐在须弥山上不出 像是将他遗忘了 然而 他的斗志比铁还坚 打到天皇子歹寒 道心彻底失衡 这一刻 天皇子开始节节败退 闲死还生 猴子你别逼我 大不了我废掉半身的道行 以仙真灭你的魂骨 这些个东西你没有 无法与我抗衡 天皇子森然的说道 圣皇子大开大合 越发的从容与镇定了 眸光充满了自信 步步进逼 几乎快压着他打了 道 除去你付留给你的这些 你自己还有什么 今日我必要斩你 当 乌黑大铁棍打下 火星四射 不死天刀连连颤抖 天皇子双臂发麻 他心神不安 越发的被动了 轰 圣皇子一拳轰杀了出来 击向天皇子的头颅 权刚霸气无边 带着千虫万缕的大道轨迹 将前方覆盖 天皇子怒吼 一边拦机 一边倒退 他狼狈不堪 任谁都看出了他的败相 远处许多古族名秀 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全都面面相去 而后一些人不禁轻叹了起来 天皇子的血脉与根骨 极可谓是天下第一 事实上其修为似乎强上圣皇子一筹 但是他却要败了 古之天皇留下一些绝世的先针 的确成就了天皇子 让他后来居上 永不可当 但也正是因此 让他少了应有的魔力 缺少一种坚韧的心性 圣皇子根骨不差于人 自己一步一步上来 根基扎实 在同一境界 先向远胜天皇子此战必胜 天皇子横刀而来 同时以掌刀披向猴子 圣皇子以铁棍挡天刀 无视那一掌 一拳轰向天皇子的头颅 战气与血气淹没东荒 你天皇子惊惧而震怒 对方像是个亡命徒一般 在跟他换命 他可不想这么死 在电火石花间倒退 以绝世秘书抗衡 圣皇子自不是想通归于尽 完全是攻心之术 他看准了天皇子的心性 他越发的神涌起来 铁棍横扫下来 砸在天皇子的肩头 血肉横飞 让其身子亮腔 骨骼响个不停 出现了裂痕 近乎折断 啊 天皇子大叫 劈头散发 祭出了各种妙术 如同疯了一半大战猴子 另一边 叶凡 倍感吃力 黄须到火灵儿等加大了攻势 因为火旗子三人被请出 都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不可能真的看着天皇子陨落 叶凡感觉到极度的危险 一是三人体内的血脉之力变得更加强大了 二是他们身上可能有什么大杀气 他以前与火灵儿有一点交情 但是尔金若是拿出来肯定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真正的核心力面前曾经的那些算得了什么 既然南下 我等不可能看着天皇子陨落 再敢拦阻 让你亡死 火旗子开口 神色冷漠无情 到了这个地步 他再不尽全力 天皇子可能就要死了 什么都完了 能过我这一关再说吧 叶凡冷声道 我不想无谓的战斗 直接的杀你算了 火旗子寒声道 体内溢出了一缕恐怖的气机 直射叶凡而去 地兵之位 叶凡变色 他一直在担心这种大杀气 竟然成真了 他早就有一种隐忧 这几人若是携带古皇兵南下 那将是一场天大的麻烦 故此他一直都很忌惮 轰 叶凡演化兵子爵 震动体内的先顶 以前持有两块绿铜时 便难以催动 而今也是无法主动寄出 却可以进行防御 感应到一缕地威射来 他的体表 充盈起了一层光滑 阻挡住了这种杀势 使之不能入体 什么 火旗子第一次变色 这种情况说明对方必然有地兵 不然怎能够挡他为师 嗡 火旗子躯体一阵 绽放出了一片绚烂的霞光 全都射向叶凡 犹如太古的星 均临天下 再现人世间 天空中出现一头巨大的蓝麒麟 发出万丈光 神威浩荡 气吞山河 叶凡 眸子冰冷 他最为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古皇子南下 恐怖程度 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若是黄虚道 也是写古皇先兵而来 那就更加艰难了 但是既然已经占到了这般田地 圣皇子占据上风 即将毕掉天皇子 他说什么也不能退缩 他要拦住这三人 第1059章 乱局 当时唯有击到地兵 才能威胁到绿帝 即便是盛气都无用 难以激活他 此时 他在叶凡的体内沉浮 鲜光流淌 锐霞艳艳 在其体表 结出一层光幕 阻挡住了那种恐怖杀石 火棋子 满头蓝发飞舞 如一头真正的蓝麒麟复火 笑傲天地间 发出一声大吼 六合八荒 都在颤里 给我开 火棋子大吼 一拳向前轰来 带动着一片大道的痕迹 像是斩落九层天 将叶凡笼罩在下方 他体内的蓝色血液沸腾 古皇兵与他合一 化为一体 随着他一拳轰出 直取叶凡的头颅 这种攻杀不可想象 砰 叶凡辉拳 掌指尖光滑绽放 至尖至强的拳刚 呼啸而出 包裹着一层光滑 绿顶自行防护 阻抗 太古皇威 两者的拳指尖 电光四射 咔嚓作响 一道道蓝电与仙芒 一起撕开虚空 这个地方恐怖无边 化为一片巨大的黑洞 整片天穷都消失了 化为黑色深渊 被毁得不成样子 寸寸炸开 成为一片虚无之地 次元空间吞噬一切 叶凡与火旗子都倒退 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都觉得对方的地兵有问题 可能并不为真 哄 火灵儿杀到了 怕其兄长发生意外 动用了这次难下来的底蕴 依然不能够毙掉这名大敌 足以让他幽据 水蓝色的光 烟灭天地 成片的混沌气弥漫 火灵儿一服之力 竟强大至此 简直让人太鼓激励 砰 叶凡与其仙仙玉手 硬汗了一击 各种大道纹路 一起蔓延了过来 让其身体聚振 若非绿顶中溢出 鲜光布满体表 后果不堪设想 有一件古荒兵 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怎么可能 难道火灵洞有两家古荒兵不成 有些不现实 火灵儿也露出了一色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皮散 明毛好齿 眼波流动 他也发觉了 此人体内并非真正地兵 有些古怪 难道说与我们的一样 火旗子神色漠然 砖头与其妹对视 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答案 哄 他们两人再次发动攻击 攻杀上来 这个地方的天雨彻底炸开了 成为了一片混沌地 与外界隔绝 叶凡的拳头 与他们的长指不断碰撞 成千上万缕大道痕迹 出现硬汉这对无敌的兄妹 古黄威让人倍感压抑 几乎要窒息 不是真正的古黄兵 是模仿出来的进气 最终叶凡终于弄清楚了 这是一种逆天的手段 需以罕见的神才铸造 可是却也只能够用几次而已 而后会自毁 刷 他最后一击后分开 火连儿和火妻子都惊议不定 他们确信 叶凡并未持掌有真正的敌兵 却不知究竟是什么 不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轻响 叶凡的那句道声时间到了 化成一缕清气消散在苍宇 就此不见 黄徐道立刻失去了敌手 神色一正 而后眸子伸碎了起来 其形体引在道寒间 难以看清 天地回归宁静 混沌气消散了 乾坤稳固 几人对峙 重新出现在天语上 谁都没有说话 刚才几人动用了几道之威 然而却都是透过全职打出的 并没有让仙气真正的复苏 发挥出的威力不过是万分之一缕 并没有散发向四方 不然那种强大的波动 连他们自己的手臂也承受不住 而且他们打击了混沌中 观战者灵觉敏锐也难以觉察到 故此一些人虽然有瞬间的心计 但却根本不知曾动用过古皇兵 道神衰退了 离真神陨落不远吗 远处一些古族名秀低语 认为局势要被扭转了 叶凡促眉 形势很不妙 道神小时候不可能立刻再现出来 需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你真想一睁高下 分个孰弱孰强吗 自始至终 我们可都不是为生死决战而来的 火灵儿谋不流转 他们三人都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故此同意一路难下 不可能真替天皇子拼生拼死 一直都有些敷衍 叶凡自然知晓 另外一个战场才是在死战 圣皇子与天皇子都早已重伤 每一次都是大道的对抗 必有一人会陨落 而他们这个战场 没有一个人受伤 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他心中很清楚 到这一步了 再不让开 别逼我杀你 火棋子森然道 你来试试看 若过不了我这一关 宰了你也无妨 叶凡针锋相对 杀鸡毕露 另一个战场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他绝不容许任何人阻挠与打断 付出了很多 还杀不了天皇子 那就太过憋屈了 好 火棋子一声大吼 满头蓝发倒树 彻底怒了 瞬间天崩地裂 只身杀了过来 拼命了 这边的古皇子也要拼命了 古族与人族大叫的名秀 都心惊肉跳 轰 叶凡无惧 右手用力一振 暗合六道权役 向前拍去 茫茫苍鱼炸开 他黑发飞散 直面火棋子 想要一拳将其打成肉泥 不好 火连儿神色一震 怕其兄长发生意外 他横击了过来 雪白的玉纸粉碎长空 印象叶凡的太阳穴 另一边 黄虚道一转身 直奔圣皇子而去 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天皇子被打死 而今已刻不容缓 一个月别想走 过不了我这一关 一切成空 叶凡打出了真火 用出了极限速度 莲鱼火连儿还有火棋子碰撞 肉身撕开虚空 拦阻黄虚道 又同其硬汉了数十上百计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此人果真强大 快到不可思议 而今三位古皇子动怒了 他还敢如此 且真的拦住了 可谓深不可测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火棋子冷漠地说道 他一抬手 麒麟九世使出 此种秘术与体术相合 威力无穷 这是开战来头一次展现 害怕你不吵 叶凡无惧 张口一笑 气吞山河 不光力敌他一人 还同时横扫火连儿与黄虚道 何瞻你这样的人 与你我他都算不就 我倒是想与你单独的切磋 来验证我的道 可今日不行 不能让天皇子死掉 黄虚道话语平静 那就站吧 也许一不小心 我会涂掉你们当中的一两个 叶凡回应道 狂妄 连火连儿如凝枝般的美丽脸颊上 都出现了杀鸡 轰 生死不杀 大战开启 然而 却也在这一刻发生了惊变 黑黄等以大阵围困半圣 与八部神将 原本还势均力敌 可此时有外力介入了 竟然是一位人族强者杀来 驾驭一辆金色的古战车 战气冲销 隆隆而鸣 碾压过苍穹 长驱直入 破尽大阵中 在那战车上立着一条雄伟的身影 黑发披散 眼神似冷电 浑身血气澎湃 逆天而上 像是一尊天地毅力 在其周围 九条真龙盘绕 九只仙皇 振翅冲天 九头白虎笑月 光华碧日 将他衬托得如同天地将士般 被环绕中央 王腾竟然是他 这么多年来 他一败再败 已经有十年未出世了 不想今日杀了出来 曾经的一位绝代天骄 号称北帝 被尊为人族年轻一代最强者之一 可自从败在了叶凡的手中后 一蹶不振 谁也没有想到 今日他强势而出 上来就以天地战车破阵 撕开了一脚 让战局发生了逆转 竟然是这个王八高子来坏大事 黑黄怒了 在真贤城市 用尽了镇台 多年积攒的神采 消耗一空 在这个地方 只能以一般的材料客阵 堪堪抵住八部神将 但时间一长 必然崩溃 他以为还能坚持片刻 不曾想北帝来了 最后的乙穴出现 让大阵如决堤 在众人看来 北帝势如破竹 一下子就撕开了一脚杀阵 闯入到了战场中 八部神将如洪水般冲出 杀 喊杀震天 尽管八部神将死伤惨重 很多都折损在了黑黄的大阵中 但是几位半圣 一个都没有死 全都冲了出来 可恨哪 就差一点圣皇子就劈杀了天皇子 叶童眼睛都红了 钻紧了拳头 在这一刻 杀圣震天 八部神将都冲了出来 这是一场大火 向着天皇子那里杀去 更有不少去截杀叶凡 给我拿神女炉这样 坚决不能让一个人 接近圣皇子那里 黑黄大叫 丽天与燕一息 催动神女炉 笼罩天地 浩荡出无边的圣威 然而几位半圣当中 也有人持有 刚才在阵中 就是及此对抗的 哄 血光滔天 这个地方沸腾 大战到了白热化 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杀气 血肉横飞 王堂冷笑 竟不比古皇子 弱上极等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吃了多少苦 在今日彻底爆发 攻伐黑黄他们后 他驾驭金色的古战车 直冲圣皇子而去 赶尔 叶凡震怒 在这一刻 先后射出了两只黑剑 滑破长空 灭杀半圣与八部神将 更是阻拦永不可当的王腾 不知你有圣气 火旗子冷笑 此时他们不着急了 不用去救天皇子都没事 八部神将 绝对是一股不可挡的洪流 他抽出一杆 方天化吉 也是圣气 拦阻叶凡的去路 恐怖气息 震动天地 叶凡不得不召唤回来 一只黑剑护体 而后更是祭出那具石胎 真身入内 当作战衣 横杀四方 这个地方彻底炸开了 像是沸腾的水一般 几件圣气同出 全部复苏 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山崩海竿地裂天穷诈 什么都难以存在 八部神将损失惨重 在混战中灭亡了三成 可那几位半生太过了得 已经杀到了天皇子的身边 让圣皇子遭遇了重击 好 叶凡一吼山河洞 不顾三位古皇子的祖杀 怒发冲冠 拼命向前横杀而去 各种血液飞溅 古族一排排的倒下 他浑身都被染红了 无论谁来 今日都必杀天皇子 挡我这死 叶凡克道 传达出自己坚不可摧的意志 对王腾相助古族恨到了极致 第1060章 血染难遇 叶凡汉语狂 谋光射人 怒发冲冠 关键时刻 功亏一篑 北地竟与此时杀来 乱掉了这个战局 同为人祖 而王腾却并非相助而来 是为复仇 驱战车直入黑黄的大阵内 相助八部神将 扭转了局势 让东方爷等 恨不得将他堕碎 叶凡阵振臂挥动暗金长枪 横扫千军 前方一片古族的头颅飞起 丰锐的枪尖 像是刀锋一般 雪亮刺目 划过诸多的咽喉 数不清的头颅 带着血花飞起 鲜血染红缠空 叶凡奋力杀敌 怒战八方 对抗八部神将 锁过之处 狂风呼啸 血雨倾盆 到了这一刻 一切都改变了 三位古皇子 开始阻挡他 而不再是他 阻挡这三人 不让他冲过去援救 杀 叶凡此时 眼睛都杀红了 将鞍子音 以道贺的形式贺出 化为一片狂暴扩散 如洪水卷天而过 这是一种大杀术 对所有人 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横扫过天地间 道文蔓延 尸体一具又一具的横空 叶凡仰天长笑 道音攀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恐怖高度 冲杀而来的八部神将大军 密密麻麻的坠落 而后炸开 化为一团团血雾 四面八方 到处都是八部神将的尸体 像是在收割庄稼一般的成片的岛 而后崩碎 满天都是残肢碎骨以及血液 这是一片血染的天地 一副惨烈之极的景象 叶凡杀到狂 用尽手段向前冲杀 因为远处猴子处境堪忧 圣皇子大战到现在 血气早已快耗干了 岌岌可危 被天皇子还有几位半圣围住 更有王腾驾驭金色的古战车冲锋 随时会隐恨 圣皇子刚才是在生死决战 不同于叶凡与黄虚道三人的对决 打到了这份光景 他战力都耗得七七八八 几近干涸 八部神将几位半圣王腾 再加上天纵之姿的无敌天皇子 一起围攻 即便是真正的神灵子嗣 也难以支撑 另一片战场 黑黄等人也都处境堪威 陷入险境 因为观战者当中 有几位半圣终于是安耐不住 杀了过来 神女卢给我震杀 烈焰横卷滔天而上 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空 让许多古族隐恨 神女卢是圣器中的奇真 是横与帝为人遇到祖师大圣 铸成的兵器杀伤力巨大 卢盖光当一声大响 差点将一位半圣直接的收进去 烧得他满身的火焰 险些成为一段交叹 大战惨烈 到处都是喊沙声 古族下场的人物不少 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轰 东方也出手 手中的狼牙大棒横天 打得虚空崩塌 可惜 另一位半圣 也带来了残破盛气 进行对抗 此地越发惨烈 叶凡心火冲销 恨不得立刻杀过去 可是三位古皇子施展各种手段纠缠 他虽然避掉了古族不少枪者 但就是无法快速喘过去 最终他发出了一声轻笑 一向一展 横跃九天 这是一种复杂的意向 纠缠在一起 难以看清 但是 其微足以列天 八部神将死伤无数 但凡被扫中者 都成为了骨块与血液 就是三位古皇子 也都被震开了 不能阻拦 叶凡摆脱三人的追击 头上悬着暗金长枪 左手持黑剑 右手捏六道轮回拳 纵横天地间 杀向最激烈的地方 他手中持黑剑 向前一划 将一位半圣 给洞穿在了天穷上 扑的一声 化作了一团血雾 大战到了这番天地 人命比草劲 到处都是死尸 到处都是鲜血 叶凡杀到了狂 他担心圣皇子 发声不测 王腾 你给我拿命来 他所向披靡 半途中 但凡阻挡着 莫不化成血泥 他心中的一股气 化成了一把天刀 从口中冲出 雪亮刀芒 哼扫千军 若非王腾感到 以圣气 破开了黑黄的大阵 形势不会这样逆转 天皇子多半都已经 收手了 而今战局被彻底扭转了 八部神将如决堤的洪水 一般冲出 几位半圣 解脱出来 瞬间让占尽优势的圣皇子 陷入绝境 叶凡杀气澎湃 心中憋了一股怒 恨不得立刻斩掉 王腾这个祸首 身为人族 却与此时倒阁 相助谷族 改变了战场上的一切 让他大恨 正是因为如此 观战的谷族都不安分了 有几位半圣出手 现在形势严峻到了极点 叶凡脚下 浮尸也不知道有多少 在千军万马中冲击 根本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所过之处 鲜血喷涌 尸骨无数 连三位古皇子都拦不住我 你们谁敢妄动 此一过后 但凡出手者 即便逃到九天外 我也将他毙掉 猴子威仪 叶凡作怒吼壮 如雷霆阵势 无比的害人 震慑古族 而他心中 很冷静 一向一展 神魔毅力 横扫八方 漫天 都是鲜血与碎骨 可是敌手 却杀之不绝 他这声大吼 确实震住了不少人 最起码 观战的谷族 少有人下场了 都是无比的忌惮 见他如少年魔王一般的无敌 所过之处 腥风血雨 无人可当 身为大汗 突然 如芒在背 绝世杀鸡出现 一道锋芒直奔叶凡后脑 这要是贯穿仙台而过 即便是人族胜体 也得是安然而终 叶凡 获得转身 黑剑滑出 盯得一声脆响 响彻就消 在这万军血战中 在这万军血战中 有人吃秘宝 与他硬撼了一击 在他即将要到达时 阻挡住了他的去路 隔断了他与圣皇子间的联系 你也是人族 叶凡心喊 此人虽然是古族的容貌 但是其运转玄弓时 所展出的功法道立 有人族的烙印与特征 且这是一个 比古皇子弱不了多少的强大人族 实力比王腾还有高一两筹 与此阻拦 让叶凡谋光更冷烈了 战气狂飙 打出了最强一击 轰 此人被震飞 嘴角一血 神色诡异 并没有性命之恶 牟子身处 沙光隐没 他横退而去 叶凡顾不得追杀 直奔圣皇子那里而去 雷霆出击 杀出了一片朗朗乾坤 到处都是血鱼骨 踏着众多骨族的尸体前进 终于赶到了此地 他刚才的话语 却也是惹怒了火妻子 在远处冷声道 你说三位古皇子也拦不住你 今日我便单独会会你 这一边 圣皇子拼命到现在 身负重伤 几位半圣 驾驭金色古战车的王腾 加上拥有天下第一血脉力的天皇子 共同围攻 他以性命相拨 生死对决 身体状况很不乐观 圣皇子看向叶返 道 也许该离开了 你们先走 我能避掉天皇子 叶返沉声道 而后他扫向王腾 与另一个不若古皇子多少的人 谋光射人 对这两人的怒 胜过了对天皇子的恨 人族 关键时刻 竟然是人族强者 横加干预 一来就是两尊大高手 平日间 根本就不见处事 却在这个时候赶到 叶返眸光扫向远处 诸多观战者 难遇不少人族 名门大叫 没有一个人下场 看到他的目光扫来 许多人都低下头 至于李道长之柳 却早已经不知躲在哪里了 而与此不同 古族倒是不时有人下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远处的李黑水 利天忍不住心寒骂娘 仅有两个人族出手 却攻向了他们 叶凡收回目光 这倒也难以尽怪 南御明门 不为半生 上来也是找死 他们却也是有难处 大事如此 人人自危 只求自保 就是剩下我自己 也必杀你 叶凡盯住了天皇子 谋光赤胜下人 化成实质光滑射出 让几位半生都忍不住 倒退了几步 天皇子早已负重伤 面对这种强大的意志与杀鸡 心中一阵的悸动 嘴角溢出了一缕血迹 能杀我的人还没有出事 也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今天倒是你们都要死 胡死不倒微 他的身份摆在这里 即便心中有据 口中也要铿锵有力 古族有五分之一的种族 亲善人族 看到这么多年来 人族的发展 让他们很受触动 而另有五分之一 持中立态度 其余五分之三 则很敌势 现在叶凡震慑了部分观战者 但依然有一些人想下场对他们出手 轰 火旗子到了 双手持方天化己 力劈而下 这是盛气 血量的己刃像是门板那么巨大 垂落万缕道寒 镇压叶凡 枪 叶凡左手持黑剑 迎击刺目的己刃 右手捏六道轮回拳 一拳打向火旗子的额骨 杀 给我将他们都杀个干净 天皇子冷漠的喝道 八部神将起吼 笑声震碎数不清的嘱风 整片大荒都快崩塌了 成为了一片废土 基建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男子 听微消息后皱起了眉头 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你 这是要去出手吗 一个活化石道 是的 这个男子话语简洁有力 几位活化石并不反对 也不能够多说什么 外界也许不知此人的身份 但是他们却深知 谁都不能左右其意志 这个平日很沉默于普通的青年 忽然停下 转过身躯 道 虚空大地 一生不弱于人 凭黑暗动乱 朕不死善 占玉外诸神 从未退缩 我基家无拘任何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有些事 你们尽可放心 大荒战场中 你看到了吗 他们根本不敢出手 而我的人却越来越多 天皇子冷漠大笑 扫向人族观战者 而后嘲讽叶凡 难遇许多人族观战者 皆低下了头 总有千军万马 今日也要摘你头颅 叶凡 眸光犀利 扫向天皇子 更是出手 崩开火旗子的 方天花旗 啊 突然 一声惨叫传来 一名古族半圣 被人一掌 打了个四分五裂 蝶血缠空 什么人 八部神将顿时一阵大乱 一个看起来很平凡 丢进人海中 绝对不会被人注意到的男子出现 徒手格杀一位半圣 静止闯到了天皇子的身边 他的虚空术出神入化 防不胜防 啪的一声与天皇子对了一掌 后者大口磕血倒退 第1061章 弟子风采 一个中等身高 相貌普通 沉默少语的男子 突兀地出现在战场中 从徒手格杀一位古族半圣 到一击之下 让天皇子磕血倒退 快到让人眼花 他行走于虚空中 这个天地间像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 快速对天皇子斩动了第二击 让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碰 天皇子仓促迎敌 躯体被震的一个亮枪 倒退出去数十丈远 脸色雪白 大口呸血 众人都呆住了 众人都呆住了 这是何方人物 迅疾如电 竟然可打伤天皇子 实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大荒中 人们一阵的哗然 此人突然出场 可谓神兵天将 打得天皇子都受伤 其战力恐怖程度 让人惊悚 此前天皇子与圣皇子大决战 的确已经负了重伤 战力消耗大半 不若早先那般的勇猛 但也不是一般人可伤的 在这圣人不出的年代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重伤他的人 也唯有弟子级别的人物 舍此之外 谁也做不到 弟子 他是人族的一位弟子 不然男商天皇子分好 人族又一位弟子出事了 这场战斗的走势 真的是出乎意料 越发的可怕了 射击的人越来越复杂了 人们早已将叶凡 视为一位弟子 因为他有足够的战力 而与这一颗显现的 相貌不出众的青年 也被归位到这一列 天皇子竟然 被打得横飞了起来 差点被劈死在了当场 那个沉默少语的男子 其沙士一气呵成 战力震惊众人 连出众手 弟子风采 众人莫不震撼 这等强大的攻势 打得天皇子 都没有脾气 不断的倒退 说不上一句话来 浑身多处裂开 骑血 见天穷 赶尔 八部神将终于反应了过来 有半圣出手 向前冲去 阻拦他出手 刚才不是他们不想阻抗 只是这一切太快了 天地轰鸣 这个沉默青年 一个大摔杯手批来 一座虚空神杯出现 当场将那名半圣 压得浑身龟裂 血寒一道道 身体差点当场炸开 这位半圣很强大 战斗经验丰富 用尽浑身力气倒退 留下一长串血花 连翻了也不知道多少个跟头 差点一头扎进地沟中 众人震撼 这个其貌不扬 看起来并不出众的年轻男子 一个摔杯掌 直接的就将一个半圣 打了十几个大跟头 这等实力 不得不让人几倍生寒气 而在人们惊悍的同时 他又跟了上去 虚空无阻 天地万物都为其通道 一步迈出 瞬间就出现在了天皇子的身边 天皇子也震惊了 快速的反击 奈何 道行与法力都耗得七七八八 又被此人打得横飞了起来 口吐神血 打得好 杀了这个狗皇子 远处东方也大喊道 孤军奋战到现在 终于有人足经验人士出手 且是如此的强势 让他不自禁热血澎湃 杀 八部神将惊怒交加 这可真是骑兵天将 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竟然逼近到了天皇子的身边 连续重创他 他们如洪水般向前涌去 是他 那个名为鸡子的人 远处 终于有人足修士 认出了战场中年轻男子的身份 全都恶然 鸡家后起之秀 开什么玩笑 这分明是一位弟子 一位教主颤声道 鸡子 原子鸡家 是虚空大帝之子 几名老修士面面相去 而后骇然 通过名字 可琢磨出真意 将这等人物归为后起之秀 实在是荒谬可笑 他生于乱世 被封神缘中 而今在线人间 是可与太古皇子寺 争雄的盖带人节 紫衣侯李青州 怎配与他并论 我想起来了 早在十几年前 就曾见过他一面 出世多年了 只是太过低调 从未出手过 一位活化石 末地惊醒 一位可教出名号的人族弟子 降临此地 与乱局中大杀 扫平一片古族 步步进逼 要震杀天皇子 虚空神术 你是姬家的人 这样与我为敌 你可要想清楚 当心有灭门大祸 天皇子一边倒退 一边森然可道 虚空一脉 从不弱于人 岂与你威胁 难遇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姬子很平淡地说道 出手更是灵力了 几乎要将天皇子打爆 所有人都目瞪口袋 人族弟子永不可当 可怜天皇子满身是伤 差点被圣皇子给毙掉 而今又来了一尊沉默的强人 打得他横飞 天皇子浑身是伤 骨头都快折断了 竟被姬子压着打 连遭重创 节节败退 痛快 打死狗皇子 杀到他爆 连燕一息这等风流倜傥的人物 都忍不住长笑 大喊了出来 大荒中有很多人族观战者 但却无一人援手 于冷漠人群中 跳出这样的一位惊艳的姬子 让人备受触动 无愧弟子风采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即便是古族诸强 心有敌视 也说不出什么入墨的话语 杀 喊杀震天 几位半生启动 八部神将疯狂冲击 抗衡击子 再不将战团中的两人分开 天皇子就危险了 可能会陨落于此 人族弟子无敌 这是很多人都能够看出的 压着伤痕累累的天皇子打 随时能够将其割杀于虚空中 在这一刻 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敢眨动眼睛 紧张地盯着战场 生怕错过一瞬的战斗 姬子虽然相貌平平 沉默寡语 但是此时 却让人觉得光彩破酒消 一个有血有肉有意的人 真实而低调 关键时刻能够站出 虚空神术在他手中出神入化 天地四海近在他的脚下 又是一记重击 将天皇子打了一个大跟头 狼狈不堪 劈头散发 八部神将以及半圣旗上 竟也都拦不住 无法破解大虚空术 他无处不在 轰 关键时刻 黄须道出现 凤鸣列苍羽 振臂而击 仿若先皇逆斩先玉 天崩地裂 挡住了姬子 在这危急之际 还是古皇子能够显身为 强势而霸气 八部神将都不顶用 黄须道替下他们 挡住姬子 此时 他可不像以前那般的保守 如果再敷衍下去 天皇子真的要被人毙掉了 他竭尽所能出手 大战机子 可惜只差了一步 连叶凡都一阵觉得可惜 这样下去不行 圣皇子皱起了眉头 因为火灵尔也要伺机出手 他一边轮动黑铁棍大战 一边与叶凡说道 你们先退 我需要一段时间 当可斩杀天皇子 叶凡道 圣皇子摇头道 我可以出手 毙掉他 谁也不能够 耐我喝 而你却不能够 对他出手 否则会有大患 一道神红冲起 叶凡 以鸡家大虚空树 将成仙池的一道神叶 杜给了猴子 让他顿时 惊气时提升了一大计 一扫萎靡之态 好 那便今日杀他 圣皇子眼睛亮了起来 气吞山河 当场经得几位半圣倒退 王腾 屹立在金色的古战车上 退出了很远 并未靠前 半路杀出一个机子 让他感觉此地很危险 而另一位神秘的人族强者 也躲在远处 隐在暗中 等待时机 哄 叶凡大战火旗子 将战火波及到了天皇子那里 静止杀了过去 古皇子也难以困住他 他强势前进 终于霍莉尔也出手了 水蓝色长发 每一缕都能压他天穷 吹弹欲破的俏脸很冷漠 如水的毛子 运有杀鸡 镇压叶凡 在这个大事 有一则传说 火灵洞的兄妹 若是合在一起 将天下无敌 不仅是一加一 叠加的那么简单 可横扫是金 叶凡杀红眼睛后 即便面对这一对无敌的兄妹 也依然无惧 他以石胎拳头 硬汉火旗子的盛气 方天滑稽 好 叶凡一声轻笑 右手暗和六道轮回真意 打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 几乎压在了绝代利人火灵儿的身上 大步而行 一往无前 神勇无双 他只身一人 带动着整片战场 不断向天皇子那里逼去 横扫八部神将 不时还与半生硬汉几击 体内战血 杀到了沸腾 然而 有一点很不妙 观战的古族中 有几名强大到 让人悚然的半生入场 灵力无匹 这是一股让人惊惧的战力 且八部神将大军杀之不绝 将这个地方淹没了 圣皇子刚恢复一些元气 又陷入了苦战中 叶童等人也岌岌可危 不仅有半圣攻杀 还有王腾 与另一位神秘人族强者袭杀 姬子大战黄虚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 古之大帝的亲子对抗太古皇子寺 惊天地弃鬼神 让人们神痴目眩 弟子风采惊艳古今 而黄虚道也强大到让人颤礼 震遂道寒 身穿五色金属战衣 一根根黄羽冲起 霞光烟幕天地 战到天崩地裂 八部神将大军稳定 几位强大的半圣将天皇子护在当中 谁也无法晋身 他取出了一瓶神叶 灌入口中 鼓劫歌奔作响 恢复元气 天皇子嘴角琴着一缕酷寒 冷笑连连 而且笑声越来越大 话语无比的深寒 道 到了现在 你们无力回天 刚才他道心不稳 先被圣皇子以铁棍差点打死 后又差点被姬子格杀 险些陨落 此时不重围惧到身边 大局已定 天皇子彻底镇定了下来 谋光森染 下定决心 要除掉几位大敌 叶凡促美 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形势很不妙 他被火灵动的这对兄妹给拖住了 两人合一后超乎想象 战力飙升 你们去杀天皇子 我阻住所有人 叶凡对姬子 还有圣皇子传音 他一声怒吼 斩动异想 横击三千界 逆战九层天 一道又一道 模糊不清的异象冲起 恐怖到了极致 将黄须道卷了过来 将困杀猴子的八部神将 与几位半圣 拘了过来 将所有大敌 都拒到了身边 众人皆震惊 这是何等强大的战力 要以一己之力 对抗这么多古皇子的同时 还要经受半圣 与八部神将的攻击 更有王堂 神秘 人族 强者等的袭杀 简直是逆天了 哼 所有人一起攻击 即便各种异象再强大 叶凡也承受不住 一口鲜血 几乎要喷出来 又被他强行的咽了下去 他这是在找死 没有人能够创造这种神话 三位古皇子共同出手 两位不弱多少的人族强者侧击 还有几位半圣 以及八部神将等 即便是神明转世 也得战死 有古族强者冷笑 叶同交集 他深知自己的师父陷入了绝境 可能会陨落 与立天等人共同的催动神女炉 阻挡八部神将 避免更多的人冲过去 杀 圣皇子大吼 解脱出来以后 浑身精气石燃烧 重新的攀上了巅峰 金色毛发璀璨 向天皇子那里杀去 然而 这边也有高手作战 最为强大的半圣 齐聚这边 且天皇子不愧为天下第一血脉体质 此时已经快恢复到了巅峰 天皇子残酷的冷笑道 那个人必死无疑 他是撑不住的 你们尽可放麻过来 我要将你们灭个干净 他说的是事情 叶凡危险到了极点 一个人被千军攻击 纵然他的几道异象合在一起 举时无双也有陨落的危险 鲜血不断的涌上来 都被他强行的咽下去 身体随时可能会被猪熊击烈 摇摇欲倒 我来 姬子突然退回 他话语不多 要带叶凡挡住这些人 他不仅将虚空神术 炼到了画境 更是白齿干头 独创一步 将所有人都拖入了 无银的虚空 叶凡没有耽搁 鸡子适合群战 可以让所有人 暂时陷入泥沼般的虚空 进行放逐 但却也是拿命在挡 容不得他迟疑 挡我这死 叶凡挥动拳头 深入圣极石台 集此护体 永不可当 一拳将一位半圣 打得四分五裂 盈白的骨块冲向四面八方 鲜血飞洒 他在千军万马中冲杀 杀意沸腾 这是他回归后第一次这样拼命 战到这部天地 无论如何也要避掉天皇子 不然日后就难有机会了 先有圣皇子 后有叶凡 一起扑杀了过来 最强大的一位半圣被格杀 天皇子脸色雪白 握紧不死天刀 叶凡横杀四方 断臂残肢与骨块血肉等 不断的剑气 他像是一个杀神一般 永不可当 冲向天皇子那里 八部神将 汉不畏死 源源不断的冲来 组成一道长墙 但是却难挡叶凡 前方血肉横飞 他以尸骨铸成一条道路 踏天而行 诸多古族浮尸在他的脚下 真要图天皇子了吗 观战者中有人说道 也许真能成功 可是多半会有一场天大的风波 我等最好远避 也有人颤声说道 与我对敌 你将大获无变 不要说你杀不了我 即便是成功 人族也不见得有人称好 天皇子握紧不死天刀 眸光射人 高举了起来 我意一决 今日必斩你 总局势皆敌又如何 我自航行九天上 杀出一条自己的路 叶凡一声大吼 震得前方的鼓足全都颤立 许多人的身体直接的炸开 化成了一团团血雾 播有声的世界 听中国的声音 听China.com 听中国 第1062章 打爆天皇子 鲜艳的血迹 晶莹的骨块 碎掉的兵器 在空中划过 勾勒出一幅惨烈的花卷 金戈铁马 韩光照铁衣 战场上从来都是残酷的 一颗颗沾血的头颅飞起 眼中的不甘于绝望 绝非笔墨所能形容 一条条生命消逝 人命比草剑 血与骨铸就的路 在战场中得到了最好的权势 这是千古难得一线的大事 万族同出 乱天动地 任何一族或一个人的崛起 都不能够平静 自开始大战到现在 连叶凡都受伤了 没有溢出黄金血气 不代表没有拼命 他竭尽所能 各种妙术其出 化于道寒中 在他前进的路上 血与骨飞溅 杀到这部田地 他早已经红了眼睛 他在沐浴血与前行 叶凡相信 肯定早有人怀疑 是他回来了 即便六道轮回拳 与各种异象 都是暗中相合 并非真正浮现 也可窥之一二 他不露真身 是避免引动古族 更多人杀来 当年天断山脉一战 令他创下 镇势威名 却也让一些古族 对他恨之入骨 轰 叶凡一拳击出 八部神将大军 长片的炸开 利器席卷 不甘于丝毫生振天 血肉横飞 他真身入主时台内 相当于穿上了一件圣衣 挡住了漫天的法宝 与刀兵等所过之处 必是尸骨成山 不断的坠落 即便如此 叶凡也早已负伤 有半圣持圣气 攻势可步 刺穿虚空 将他斩伤 叶凡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战场就是这样的残酷 想要最终胜出 心需要如铁一样的坚硬 没有怜悯与同情 稍一手软 就会被人毙掉 天皇子心中生据 对面的那个人 不畏死亡 像个魔神般的冲来 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 压得他要窒息 全都给我杀 杀了他 天皇子大喊道 八部神将 汉不畏死 师之七八 都折损在了这一意中 但生者依然在冲击 尤其是有半圣 拎着圣气攻发 两只黑剑悬空 护在叶凡的头顶上方 他双手持黑色的暗金长枪 横扫千军 大剖的血雨洒落 断臂残肢 不计其数 到了这一步 叶凡不可能退缩 即便是陷入重围中 负了重伤 也在冲击 终于又对上了一位强大的半生 对方拎着一个古怪的盾牌砸来 盛气缭绕 比山岳还重 咔 叶凡尽管血气不是那么的旺盛了 但是依然奋起 双目射出两道火炬般的光 持枪向前用力一次 以异象相合 打出最强一击 古盾碎裂 啊 一声大叫 响彻长空下 丰锐的枪尖刺进了他的胸膛 半生的身体四分五裂 死于当场 鲜血剑的到处都是 眼中绝望 另一边 圣皇子也在拼命 如虎入羊群大杀四方 一杆铁棍扫的八部神将 古断金蛇 他大步向前逼去 虽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一股气憋在心中 让他气势如山月 在远处的天皇子 不自禁的倒退 没有时间了 叶凡自语 没有一寸光阴可浪费 鸡子在以性命相挡 放逐黄徐道火灵儿等人 进入了无言虚空 那些人随时可能会杀回来 让他形体崩裂 在这一刻 叶凡异象再一次重现 每一道都很模糊 但是威力却强决霸气到了极点 将八部神将很多人绞杀得尸骨无存 杀出了一片朗朗乾坤 前方出现了一片空白 杀 喊杀震天 大军不畏死 快速扑来 起 叶凡一声大喝 一向斩动 将圣皇子制出 穿透虚空 传送到了天皇子身边 圣皇子 你能奈我喝 我因神业几近复远 这次 看我如何杀你 天皇子也发喊了 关乎生死 让他不得不发狂 当 雪亮的不死天刀 与乌骇的大棍交集 金属颤音传遍六合八荒 镇得许多观战者神魂差的出窍 两位古皇子开始了绝世争雄战 叶凡斩动一响 脚踩行字绝快到了极致 时间都仿佛停滞了下来 他穿过虚空而行 快速破来 然而 此时到处都是八步神将 几位半圣拼了命的阻击 形字绝展开 虽然可走遍天地每个角落 为速的极致 但是人太多了 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战 几位半圣豁出去了 将精神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不死不休的战法 如影随形 轰 远处 虚空崩开 黄须到脱困而出 化成了一只鲜黄粉碎仓穹 鸡子平凡的脸上出现潮红 他嘴角溢出了一缕血迹 负了不清的创伤 终于有人逃脱出了他的秘书世界 同一时间另外两片天地粉碎 火旗子与火灵儿也先后冲起 杀出了虚空 从泥沼中脱身 哈哈哈哈哈哈 天皇子冷漠大笑 杀气澎湃 此时他信心十足 贺道 一切难以改变 你们回天无力 都要死在这里 鸡子身形不稳 磕血倒退 更多的人脱困了出来 黄须道等三大古皇子 朝叶凡这个方向追击而来 沈皇子 今日我先斩你人头 而后再拿他们祭天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 天皇子嘴角擒着残酷的笑容 天刀雪亮 纵横披斩 将天地都化为了数十半 乾坤崩开 刀光绝世无匹 天皇子底气十足 将其真实战力 全部发挥了出来 竟变得无比可怕 红楼楼楼楼楼 王腾驾驭金色的古战车 碾压过苍穹 手持黄金战剑 力劈叶凡 璀璨夺目的剑光 照亮了永恒 大 叶凡回身 一枪震碎了剑芒 隔空一击 按金长枪扫过天地 划出一道不朽的神性光辉 呸 王腾大口的吐血 身子一阵咬动 差点坠落下金色的古战车 急忙的倒退数以百丈人 一道如毒蛇一般的光滑舍来 刺向叶凡的后脑 天崩地裂 威势恐怖 他一侧身 一击成功 那位不知身份的人族强者 一闪而没 消失在远处 杀 黄须到火旗子火灵而出手 又要纠缠上来 而鸡子吐出了大口的鲜血后 追击却无法一下子拦住三人 哈哈哈哈 天皇子 眸光更加的涉人了 冷酷的大笑着 扫过所有人 他知道胜利在望 破 叶凡大鹤 拼了命的运转行字角 发挥到了极致 脚下蔓延出无边的道文 竟一下子交织到了天皇子那里 唰 两个人画成两道光 一闪而没 从这战场上消失了 叶凡拼去了一身的道行 将这一秘术发挥到了 目前所能够施展的尽头 不仅自己近乎化光 连带着将天皇子都给裹带走了 不好 许多古族大叫 叶凡与天皇子 同时出现在了数十里外的天雄上 激烈大战 叶凡的精气神 攀升到了极限的尽头 杀到血液沸腾 天皇子大吼 挥动不死天刀 血量光滑冲久消 但是却节节败退 竟被叶凡给压着打 叶凡拼命的攻杀 一枪将其头皮都给划开了 若非天皇子有盛气护体 光这一击天灵盖就会被掀开 叶凡心中憋着一股气 速度越来越快 形字密 斩动后身体几乎要化成了一道光 打得天皇子浑身骨节响个不停 连连吐血 几次被拍翻在地 远处人们瞠目结舌 神之子今天实在是太惨了 连被三子暴打一个比个猛 杀数十里距离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八部神将大军如潮水一般杀来 而黄虚道火其子 他们更是迅如极淀 眨眼就到了 去真贤朝 叶凡暗中对圣皇子 姬子黑黄等人传音 因为他预感到可能有圣人驾临了 轻刻 叶凡对形字密的掌控 出神入化 脚下道文密布 交织出一片灿烂的光 此刻这一密术晋升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叶凡寄出了一个镇台 以形字密发出的不可思议的光 裹带着天皇子刹那进入玉门 从战场上消失 什么 大事不好 古族所有人都慌了 八部神将与半圣 即便再多也无力回天 怎么去打 敌手裹带着天皇子横肚而去 天知道去了何方 与此同时 圣皇子姬子黑黄等人 全都一起打开玉门 从这个天地中消失了 轰凡几乎在同一时间 有远古的圣威发出 粉碎了天地 但是却没能够改变这一切 叶凡在大战时就已经知晓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多半会引来不得了的大人物 在关键时刻恐怕会出手阻拦 让他们功亏一篑 而今横渡虚空 刹那远顿 即便是圣人也不见得能够立刻追寻到 换一个战场 可以有效的避掉天皇子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也在激烈的对决着 与黑暗的虚无间死战 差点将空间通道都给打穿 叶凡撑开异象 稳固住了这一切 将其照在了当中生死大战 天皇子拥有天下第一血脉体质 并非浪得虚名 他震出各种光挡住异象攻杀 几次差点逃进了无垠的虚空 最终光影一闪 他们重新出现在了现实世界中 位于真弦城外的一片山脉中 天皇子 我看你还怎么掏上 叶凡收起了暗金长枪 上来就是一记六道轮回拳 黄金血气滔天 轰隆的一声就将前方给淹没了 果真是你 天皇子惊恐交加 奋力迎战 然而他从心底就已经锯了 明显处于劣势 沸腾的黄金战气中 天皇子一对壁骨近乎折断 大口的吐血横飞了起来 你给我在这吧 圣皇子出现 从玉门中一步迈出 正好看到他被打得横飞了过来 轮动大铁棍就砸了下去 砰 天皇子惨叫 差一点被拦腰鸡断 整具躯体都在惊乱 另一道玉门打开 鸡子走了出来 什么话也没有说 一记大摔背手就劈了过来 将飞过去的天皇子肋骨 也不知道打断了多少根 给震了回来 天皇子惨叫 浑身都是神血 自从出世以后 他一路高歌 这些年来 君临东方 富士天下 谁敢与之争锋 可今天却是这么的惨烈 被三大高手先后给蹂躏 几乎快被打爆了 轰 叶凡毫不掩饰 黄金血气沸腾 摆动右腿 横扫了出去 将天皇子踢出去了数以百丈人 浑身骨头断开多处 下一刻中 黑黄叶童他们从玉门中冲出 见到这一幕后 全都凹唠的一声大叫 一个个是摩拳擦掌 叶凡圣皇子姬子 将天皇子围在当中 一阵的暴打 每一次都有神血溅起 惨叫声不断 第1063章 天皇子毕命 暴打天皇子 若是在过去 说出去 谁也不会相信 可是在今天 却真实的发生了 叶凡鸡子圣皇子 呈犟脚之士 将他围住 连下重手 砰 圣皇子手中的黑铁棍 像是一条黑龙一般的冲起 将天皇子抽飞 几倍几乎崩断 发出了一声痛哼 横飞了出去 咚 叶凡挥动金色的拳头 轮动起来 重击在天皇子的身子上 让他又一次飞了起来 大口喷出了五色神血 鸡子也很直接 抬手间一块虚空神碑出现 镇压而下 差点将天皇子给打成了一团烂泥 浑身鲜血飞溅 三位弟子级人物出生 即便是神的子嗣 也受不了 惨遭围殴 全身多处骨折 满身的血迹不成样子 打得好 这个狗皇子连平民都杀 将燕帝一成的凡人 给血洗了个干净 他的血有多老 死一百次都难以赎罪 李海水道 东方也历天等都围了上来 一个个兴奋无比 眼中冒着绿光 没有想到能够活捉天皇子 全都跃跃跃势 想亲手痛揍他一顿 天皇子眼神冷冽 浑身惊乱 被叶凡与圣皇子三人 几乎快打成残了 骨头断折了多处 无一丝还手之力 难以对抗 你当年追杀我们也就算了 而今更加肆无忌惮 灭掉了不少人族的教统 连平民都傻 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东方也为蛮族战体 他的巴掌跟墨盘似的 轮动起来压得气流炸开 发出了轰鸣 震得天皇子大口的磕血 旁边历天也一拳挥出 打在天皇子的下巴上 一串神血溅气 飞出了几米远 狗皇子 你以为自己是神 可以君临天下 俯视苍生 想要杀谁就可以杀谁 你还不够哥 李黑水 东方也 历天等围了上来 拳打脚踢 一顿的痛 口中呵斥不停 黑黄不爽了 道 什么狗皇子 就是个鸡蛋黄 别给他灌那个号 谁在乱说话 本皇跟他急 一群人出手 可叹天皇子 这么多年来横行天下 到头来 却成为了沙包 被一群人围着抱打 狗皇子 叫你嚣张 还敢图成 龙马过来 一卷子撂出 差点将天皇子的头骨 给蹬碎 都说了 不许说给他灌 那个号 黑黄 一爪子拍了过去 当然 不是打众人 而是 狠山天皇子 当时 就给打出去了 十几个 大跟头 你也有今日 叶凡 嘴角 带着一丝的冷意 一脚 将他 踏在了地上 被剑的人 左 天皇子 瞳孔中 充满了冷意 到现在 还嘴 活巴了 你 龙马 抬起了 碗口大的蹄子 直接 按在了 他的脸上 君美无暇 堪称天下 第一美男子的天皇子 当场是 鼻青脸肿 肿胀的 像个猪头 我若是死了 你们没有一个人 能活下去 天皇子 很冷静 眼眸中 闪烁着 很辣的光芒 你觉得 我们不敢杀你 叶凡大笑 一脚蹬了出去 像是 踢球一般的 将他扫飞 另一边 圣皇子 早已等候多时了 黑色铁棍 高高举起 而后 用力地 横抽了过来 打在天皇子的身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响个不停 在这一瞬间 他浑身 有一百多根 骨头都断了 鲜血淋淋 被大棍 砸在了地上 难以动得一心 你们群战于我 算什么本事 真当自己是弟子 就与我独战 我能杀掉你们全部 天皇子 话语森谈 一脸的冷酷 根本就不服软 你不配说这种话 圣皇子道 你先是被圣皇子 差点打死 而后 又险些被鸡子割杀 最后 更是被叶凡几乎打爆 还有什么资格 说这种话 立天说道 写八部神将而来 请出了黄絮道 火旗子等人 围攻我士 与圣皇子 你还好意思说 独战 自始至终 都是你不敢 叶同道 你身后有八部神将 以及几位古皇子 时都不行 现在还谈什么独战 可笑 连性情很好的 燕一夕 都忍不住冷神 为避免夜长梦多 早点宰了他吧 说不定 有太古的祖王 会追杀下来 黑黄道 不错 叶凡点头 直接以金色的拳头 轰了出去 打得天皇子 横飞出去数百丈远 鲜血淋淋 然而 他并未化成肉泥 尽管骨头寸断 但身子并未散架 且骨节在响 快速的接续上 众人面面相去 暗暗惊叹 不愧为万族共尊的 神明的子嗣 拥有天下第一血脉体质 并非浪得虚名 在前世 能以肉身抗衡夜凡一拳的人 太少了 天皇子承受了下来 而且能在第一时间复原 恐怖的过分 这狗皇子的血脉之力 真的太强大了 你们看 他浑身发光 大到轮音响起 这么重的伤都快复原了 东方也叹道 哄 圣皇子出手 黑色铁棍砸下 再度让天皇子骨骼 全部的断开 五脏六腑揭裂 可是 他形体依然不散 神光四射 又一次快速的愈合 众人心惊 天皇子虽然冷血残忍 不是一个善脸 但是不得不承认 其血脉潜能 无穷无量 举世罕见 可惜 他成为了温室中的豆芽菜 不然的话 成就远不是现在可以比你的 叶凡道 他将不死天刀 拘了过来 挥动血量的长刀 向下劈去 扑的一声 血光闪烁 天皇子的半边身子被抛开 发出了一声惨叫 神色猙獰无比 五色神血 躺了一地 砰 让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 其两半身子快速的愈合 又化为了一体 五色鲜光弥漫 大到轮音不绝 噓 众人都倒吸冷气 不管怎样恨他 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的体质 万古少见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 能够比拟的 呃 这体质 真没得话说了 黑黄都这样的探讨 放点血液 去跟他比一比 看能否全面地压制他 龙马对叶凡道 内心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你可真无聊 叶凡无视他 手持不死天刀 准备将天皇子给立劈了 圣皇子 你风点血 跟他比一比 龙马又窜个猴子 没有必要 他没有一颗无敌的信 就是拥有仙体 也得败 圣皇子道 鸡子道 体质并不是全部 汉人大地未成道歉 不过是一解凡台 可最终横扫九天十地 真骨朔戒 众人文言 皆点头 叶凡一刀 抛开了天皇子的头颅 让他发出了一声 不甘的怒吼 元神想要冲启 结果却被圣皇子 一棍子给打了回去 这王八蛋身上有神灵骨镜 不死天皇 留给他的好东西太多了 今天都给挖出来 黑黄道 嗤 天皇子的头颅回归鲁内 列为两半的额骨 又一次愈合 浑身都在发光 修复肉身 他拼命反抗 想要行斩众人 叶凡姬子一起出手 将他一身道行打散 不能够反击 又软倒在了那里 小心点 他体内好东西不少 别弄坏了 都一件一件的挖出来 龙马道 可惜断德不在 不然的话 这位盗墓宗师 一定会对这个人体宝藏 大感兴趣的 啪 黑黄一爪子拍出 从天皇子的轮海中 取出了一块盾牌 散发着圣威 银白正亮 鼓捉神秘 这件盛气了不得 放在大战时 连叶凡的黑剑 都没有将其射穿 黑黄也算是个行家 三下五除二 又弄出一个玉瓶来 拔开了瓶三 清香弥漫四野 让人要举下飞升 这是不死神夜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圣皇子道 他喝了一大口 而后递给了鸡子 两人都大伤了元气 此时神夜入体 浑身一光 快速的复原 先针 黑黄又一次 惊叫了起来 拎出了一枚玉坠 仙霞四舍 光滑冲销 这是太古皇 炼成的一枚护身符 持有它 就等于多了一条命 堪称西式神针 天皇子眼睛都在喷火 这些人将他当成了一个宝藏 接连从他的体内取出神物 他想反抗 但却挣脱不了 叶凡圣皇子 姬子一起出手 逼迫他的元神 相对于这些外物而言 不死天皇所留下的神灵古经 价值更高 为一部万古神书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得到此境 天皇子发狠 宁可燃烧石海 也不给他们探查 叶凡三人层层重压逼迫 天皇子的仙台 都快化成光团了 他神色争鸣无比 不肯就范 注意点 别让他自爆掉 龙马穷凶极恶的说道 堂堂不死天皇 号称万族共尊的神明 一定有真正的古皇兵留存世界 可看样子 根本就没有被他掌握 究竟在哪里 黑皇一边搜刮 一边说道 无需他说 众人也知道天皇子 没有掌握地兵 不然早就记出来了 何至于如此 不死天皇的兵器 绝对是恐怖无变 究竟是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还是另有人掌握 叶凡逼迫 天皇子咬牙 想要烧尽石海 轰 突然天际尽头 出现了一股非常可怕的波动 有远古甚微 横扫过整片山脉 让众生颤礼 坏了 在场的人都变色 我若死去 你们谁也别想活 想要共存 唯有放了我 天皇子 眸子冰寒 脸上充满了冷酷之色 心中幽惧 去了大半 然而 他才刚放松 叶凡便挥动天刀 斩了下去 神血蹦剑 这一次 不仅将他的肉身力 披为两半 更是将其原神切开 啊 他凄厉大叫 无比的惊恐 太古祖王来了 马上就能够援救他了 只需片刻就可以了 你不能杀我 他颤声说道 充满了不甘于绝望 嗡 圣皇子 轮动黑色的大铁棍 压得群山抖动 虚空鸣颤 碰的一声 抽在了其原神上 让声音 戛然而止 神石成空 叶凡张口一笑 喷出一缕 道光神燕 将天皇子的尸体 与血迹 刹那 化成了结灰 烧了个一干二净 什么都没有剩下 哼哼 捅破天了 还黄道 第1064章 捅破了天 不可一世的天皇子 号称天下第一血脉的体质 傲视群伦 而今竟行神俱灭 让人只能一阵的感叹 什么血脉 什么体质 没有相应的心 到头来 还是一根杂草 眼下 可不是发正的时刻 圣威浩荡 蔓延到了整片山脉中 形势危急到了极点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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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贤城内 另一道圣威重启 化成了一轮黑色的大日 造谣天语 将那位强大的古族圣人挡住了 截断其前路 玄规妖圣出手了 叶凡道 他之所以横渡到这个地方来杀天皇子 就是怕出现意外 玄规妖圣坐镇于此 关键时刻能够挡住古族祖王 骗圣皇子将不死天刀接了过去 而后接连施展密法将所有契机都积聚到了自己的身上 伪造是他伪造是他一人所谓 没有必要 八部神将 八部神将中的祖王是不会讲什么道理的 叶凡摇头 他们不讲道理 有人会与他们慢慢讲 圣皇子 沉声道 你们都走 叶凡转身对立天叶同等人说道 让他们退隐到天之村不要出来 师父 你跟我们一起走 叶童一脸的交集 拉住他的衣角 留下来必死无疑 即便叶凡有逆世天资 也不能与圣人对抗 留得青山寨不愁没柴烧 忍上五百年 成圣回来大杀这群老乌贵 全部都斩个干净 龙马恶行恶状的说道 将天都已经捅破了 总得有个人来面对 是吧 叶凡轻声的探讨 不行 赶紧走 不成圣 不能与之对决 进紫山 我看谁敢入内 黑黄道 盯着远处的灵霄盛光 叶凡摇头 既然杀了天皇子 肯定会有天大的波澜升起 八部神将中 坐镇与北域的那几位祖王 肯定不会讲什么道理的 下一步 多半就是圣人大战 天是我捅破的 就由我去面对吧 他心意已决 师父 叶童攥紧了拳头 眼睛都红了 沐浴泪水 觉得叶凡这是在赴死 无妨 我已为他们备了一份大礼 真要是敢逼迫我 叶凡眸光深邃 望向永恒的天际尽头 为了稳妥起见 我们先离开这里 真正的无上存在快到了 圣皇子道 也好 叶凡点头 在叶凡不容反驳的要求下 叶童 立天等全部离去 避进了天之村 有一位杀圣坐镇 且无比的隐秘 可保安全 黑黄留下 他精通大道阵闻 万一发生意外 可助逃生 当年在不死山 得到了棋盘振纹 连生命禁区都拦不住 能成功横渡出去 可见一斑 叶凡姬子 圣皇子 黑黄 横渡到北域 进入神城 天玄石房 见到了圣人卫义 围坐火炉旁 煮物到鲜茶 清香弥漫 道灰洒出 让人要羽化非仙 胎骨清洁 叶凡等人远去了 可是南狱与周狱 却一片嘈杂 天被捅破了 外界一片大乱 近乎沸腾 天皇子死了 这则消息正式 让整片的东方 摇了三摇 颤了三颤 举世震惊 全都有些不敢相信 八部神将哀哭 一片搞肃 无尽悲痛 神的子嗣死了 这像是天塌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 神明唯一的血脉消亡了 我们没有护住 是千古罪人 八部大军痛哭 愁云惨淡 十万山崩 万祖许多人到西冷气 觉得不可思议 可谓石破天惊 发生的太突然了 不死天皇 灌骨绝金 九天十地内独尊 古今无敌 他留下的唯一血脉 就这样的败亡了 许多人都蒙了 血黄山 火林洞 原始湖 神残岭等 各大古皇族 都一阵的发呆 天皇子 统帅 这么多人南下 却让人毙掉 果真是惊天 在这一日 北域颤抖 那处古老行宫外的 几座主峰上 四位古圣 长孝 气吞日月 祖身 划破 苍穹 一路南下 赶向 真贤城 要有一个说法 元凶不出 必将学习天下 无情的话语 震得群山万鹤 都在咬动 响彻大地 很快就被所有 修士得熄了 传遍东荒 天皇子败王 被格杀于 真贤城外 让天下大地震 引发的后果 远比想象的 还要可怕 各方反应 大不相同 山雨欲来 风满楼 整片大荒 都一片的压抑 无比的沉闷 这是一种 难熬的气氛 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竟然死去了 不死天皇 古今无敌 继承他的体质 与血脉 怎么会 有人把他给毙掉 许多古族 都不相信 嘿 神明的子嗣 也不过如此 到头来 还不是让人给斩了 剁了父辈的英明 好一个强大的人族 先是大战 黄须道 火灵 而后 又毙掉了天皇子 古皇的子嗣 都有敌了 而今 万族 共处一世 部分亲善 人族 部分中立 还有部分 则喊敌事 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自然是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 盖带的人解 尽可抗 古皇亲子 最后更是斩了天皇子 实在是惊艳 可是 惹了这样的一个大祸 算是将天给捅破了 如何的收藏啊 有人隐约间猜出 可能是人族胜体回来了 但 却没有一个人说出口 举世皆经 天下震动 但凡修士 莫不再关注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天皇子的身份过于特殊 几位太古祖王南下 怒气冲破九霄 扬言要血洗天下 扫平难遇 天皇子是我毕掉的 在这暗流汹涌 风云激荡之际 圣皇子在北域站出 向世人宣布 将一切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可是 各族皆知 天皇子的败王 应与那名人族强者 有莫大的干系 是他将其卷走的 击毙于真仙城外 圣皇子 你得死 八部神将怒吼 喧嚣之音 让忠欲差一点炸开 四海之水 淹没青天 既然你站出来承认 那么 你就一死谢罪吧 一位祖王吼道 禁止赶往北域 要在第一时间 毕掉圣皇子 用不着你来 我自己去真仙城 在这一日 一只金色的斗战圣员 浑身毛发惊莹 仰天怒吼 瞬间消失 夜凡圣皇子 姬子黑黄 离开了神城 并不想被那位古圣 堵在这里 一路南下而去 黑黄 镇台没问题吧 别在半路上 就被圣人给劫住去路 连不死山 都挡不住棋盘镇台 照样横渡了出来 想断我的生路 大黑狗 傲然的冷笑 慢一点 带到须弥山的钟鸣 响起 我们再上路 圣皇子道 此时 东皇一片宣飞 快将天给翻过来了 八部神将中的祖放话 要避圣皇子 这是想将天彻底的给撕开 天皇子死了 可以说是将天捅破了 而圣皇子若是死 可能会更严重 这是一个没有护道者的苦皇子 平日间没有人管 可真要是有圣人级的人物 毕他 估计有人会狂暴 以战血烧尽东光 让天地轻浮 不要说是人族 就是古族都一阵的发毛 一位古圣前往北域杀圣皇子 若是成功的话 将意味着天大的波澜将起 大 在这一日 悠悠钟声响彻须弥山 浩荡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整座大雷音寺都散发灿烂光辉 佛光颇照 十方生灵叩首 百病皆消 钟声终于响了 圣皇子得到消息 深思一阵的恍惚 你背的大礼用不上了 赶紧收好 不然让人毛骨发寒 黑黄对叶反道 尝出了一口气 真贤城外的山脉深处 人形绰绰 到处都是修士 万足皆至 今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可以说天被捅破了 没有一族不关注 来的都是大高手 事态极为眼君 暴风骤雨将至 这是天崩前的短暂宁静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什么圣皇子来了 那个神秘的人族强者也到了 他们真的敢出现 哗 终于一片哗然 众人漠不惊悍 喧笑上天 没有想到叶反等人 真的敢来此 真贤城所在的这处大荒 人声鼎沸 各族皆经 隐约间觉得这件事很复杂 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恐怕涉及到了太古年间几大巨头的恩怨 有些古族山主 非常的敏感 圣皇子 姬子等 连昧而出 出现在了真贤城外 神色平淡 没有一丝的波澜 你还真敢出现 一个可怕的声音响起 划过苍鱼 整片天穷 都被炸开了 混沌气迷蒙 天崩地裂 众生颤力 即便躲避的再远 都忍不住想要跪服下去 叩首膜拜 这是真正的圣危 超脱了人的范畴 我有何不敢 大丈夫行走于世 问心无愧 这片天地 我哪里去不得 圣皇子昂首 躯体如神经筑成一般 依然无惧 持一杆大铁棍而立 你害死了神唯一的子嗣 是千古罪人 即便是死去一万次 都难以赎罪 仅仅是一道声音而已 就让这虚空崩塌 苍语炸开 压得天地聚集 万物颤抖 圣皇子仰天大笑 道 一个不成器的天皇子而已 既不如人 被格杀在此 扯这么多座山 一声威严的声音喝道 放肆 他是神的子嗣 万族共罪 你是他的子民 需要叩首 还不跪下来请罪 狗屁的神之子嗣 不过如此而已 独占都不是我的对手 还不是被我杀了 圣皇子根本不屈服 竟大声的呵斥祖王 远处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 各大古族都如此 紧张的看着这一切 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亵渎神领 今日不杀你 天理不容 一只大手 自那天穷深处探下 轰隆一声 万物皆灭 混沌汹涌 像是要蔑视了一般 直接的拍向圣皇子 想将他化为肉酱 真敢下手 所有人头皮都发麻 即便是各大太古王族 都振振的悚然 由古族头领敏锐的得出了结论 今天的事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订阅